国中教育会考今天登场 花联考场分别设在花中花女、玉里高中和光复高职 考生总计有2999人 这次的国中教育会考其实要赤逢疫情 所以大家面临到很大的准备 各位看到说我们今天包含全部的冷气要开启 然后冲户要开启要维持室内的冲锋 那我们作为安排也特别安排 依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社交距离 所以我们在室内都有包1.5公尺以上 那中午的时候学生吃饭的时候 那我们有特别的助力请学生 近处在吃饭的时候不能谈话不能讲话 然后近处吃完用餐完毕之后就把口罩戴起来 所以学校在这次的主委学校 在所有的事务的安排上面 有搭配做疫情的同备 所以都安排得非常好 那县政府也在这一次 因为这次家长不能进来陪考 所以县长也特别送每位学生 就有一瓶的水 两天就有两瓶的水 让家长不用担心 那另外在消毒的作业的部分 王老爵在这几天也密集的正对 主教这边做消毒 希望能够降低小黑文的影响 那另外在教室内的部分 学校也用酒精 那另外县长也让配给每一个学校 都有水神 吃力酸水 来进行水质可以进行消毒 所以都让这一次的考生 能够尽量不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这幻灭中的教室内 好